别人穿越做开挂主角 而我却穿越到大明灭国皇帝崇祯帝身上 但我要改变博裕 让八方来 万国来朝 为大明再续命三百年 宣布考核开始后 李邦华详细介绍了考核的规则和注意事项 他强调了武技在将领身上的重要性 尤其是对于低级武官来说 高级将领也都是从低级武官逐步晋升而来 没有强大的武力 如何能积累足够的军功呢 针对本次武技考核 考生可以选择自己最擅长的一项武技进行展示 考核分为演练和实战两部分 演练则是考生展示自己平时所需的武技 而实战则需要面对四名军士进行对练 为了评分公正 李邦华展示了一只特制的箱 分为十个刻度 每燃烧一个刻度就能获得十分 演练部分由进军九位中的五名总齐计分 取评师 而剑术考核则以九斗功为标准 根据射中马星的位置得分 随后 五十个考场同时开始考核 刀光剑影在大校场上交织 呼啸声不绝于耳 百姓们在管理台上 为自己支持的武生们加油助威 整个场面热闹非凡 崇真站在管理台上 通过千里眼观看这个赛 他对剑术的表现格外关注 因为剑术的威力不可小觑 能对敌方造成巨大的打击 孙传廷向他介绍了一名 使用大刀的武生 这名武生名叫王来平 使用的泼刀重达108斤 他的演武过程干净利落 让崇真赞叹不已 孙传廷还提到了 另一名武生徐燕奇 同样使用了重大102斤的打刀 崇真听到君王前来 礼聘这句话时 陷入了沉思 他意识到王来平这个名字 似曾相识 因为他曾是大明历史上 唯一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武状元 这让崇真开始回想起那段历史 他在心中默默地期待着 历史是否的重演 转眼间 轮到两名蒙古勇士展示剑术 王成恩的低声弥喃 打断了崇真的思绪 崇真轻笑了一声 心里琢磨着 管他重不重武状元 能为自己所用就行 他的目光投向剑术比试长 只见一个身影站立其中 伸手拿过一张弓 拉了拉 眉头微皱 似乎不太满意 王成恩轻声解释道 陛下 此人名叫日乐和克巴日 另一名叫道格星 孙传廷补充道 他使用的是九斗的曹烧弓 属于北京地区的弓种 弓壁和弓弦相对较短 弓力稍显不足 崇真专注地观察着 而日乐和克巴日 则在试工过程中 反复更换了数把弓 最终选择了最后一张 孙传廷解释说 这把弓是一弹舞的复合弓 虽然弓力强大 但不适合持久拉弓 瞄准也会受影响 崇真听着 眼中闪过一丝兴趣 这种实力与自信相辅相成的人 让他心生敬畏 随后 日乐和克巴日开始了敌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请求在剑靶后 再加两层靶子 以防剑穿透伤人 这一举动 引起了围观者的一片惊叹 但也得到了崇真的赞许 加强了安全措施后 日乐和克巴日开始了射击 剑使如同闪电一般划过靶心 穿透了数层靶子 展现出了惊人的记忆 围观者纷纷赞叹 监考官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出色表现 接着 另一位考生进行了比试 虽然没有日乐和克巴日那般经验 但也表现出了稳定的实力 在他射击结束后 弓的弓胎竟然裂开了 再次引起了观众的惊呼 崇真思索着孙传廷的剑意 认为组建一支剑术精湛的部队 虽然有吸引力 但实际意义不大 毕竟 在剑与密布的战场上 弓箭手的准确性并不是最重要的 于是 他决定招揽这两人 让他们教授马上功夫 当日乐和克巴日 道格兴来到管理台时 他们虽然有些拘谨 但并未流露出畏惧之色 崇真询问他们的身份时 得知他们是归附大明的蒙古人 心中暗自称赞他们的威武 这两人的汉明 实在是太过威武 容易引起误会 他们的汉明虎大威 和猛如虎也着实挑衅了不少人 尤其是在这武考场上 众人都自虚武力高强 这种名字可谓是招摇过手 崇真心中暗自赞叹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见了 名声在外的猛虎二将 虽然心中大喜 但他表情依旧平淡 对两人说道 既然已经归附了 那就以后就用汉明骂 要对自己有信心 接着 不见便可获得他亲自证明 两人欣然同意 展示了出色的剑术 甚至能够用一带二的公社中 花式不外的问题 百观震惊不已 孙传婷更是赞叹不已 认为他们的实力罕见 崇真也十分满意 大声称赞他们的表现 演示并未结束 崇真让他们继续挑战 这次是射中空中飞行的机 两人轻车熟路 再次展现出了精湛的技艺 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叹 整个过程 百姓们和考生们议论纷纷 包扁不一 但崇真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赏赐了两人展示的马匹 已是鼓励 面对崇真的赏赐 两人感激涕零 不敢置信 崇真则再次询问众人 他们的表演是否精彩 是否配得上汉名 众人纷纷称赞 认为两人的马术 剑术确实非常出色 配得上汉名 崇真皇帝站在高台上 庄严威严地俯视着众人 他的声音高亢而坚定 震知晓 或许有人心存疑虑 这些归附的蒙古人 并非我大明的族类 但他们既然归顺 便是我大明的子民 他的言辞响彻殿堂 百姓们陷入沉默 崇真继续说道 在精英中 曾有千百蒙古人 投身大明军队 他们在战场上 立下赫赫战功 如今 宁元总兵满贵 就是蒙古人 贵州总兵宣服 塞外降丁 积累军功成了总兵 诸如此类 还有很多 既然朕能信任他们 又何惧其反叹 他们归附大明 便是大明子民 朕岂能不宽容 这番言论 引发了百姓们的欢呼 他们对皇帝的决断 心存敬佩和感激 蒙古虎和虎大威 两人深受感动 跪拜在地 陛下 若我们未能中午进士 愿意投身军中 与敌作战 报答陛下的恩德 皇帝点头赞许 示意他们继续武科考试 考场上 蒙古虎和虎大威的表现 引起了观察者的注目 孙传廷也决定 将他们招入勇士营 这两人的攻马技艺 在军中将是一大助力 第二天 各项考核如火如荼进行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 大部分考生在地雷 火药等项目上表现平平 唯有两名蒙古勇士 在营阵和战车考核中 有所量的 第三天的兵法考核 显示出 考生们的掌握程度不一 高低差距明显 崇祯对此颇为满意 毕竟掌握兵法 对一名武将至关重要 到了第四天的测问考核 视觉内容 为了他们思考的焦点 而崇祯的慷慨口语 更是激励了众人 各个武生都拼尽全力 希望能够想出一些 能够被朝廷征用的策略 监考官们则在一旁观察 对于这场考试充满了期待 在众人的期待中 有的考生已经开始答题 有的在苦思冥想 有的则干脆呼呼大睡 他们各自为战 展现出不同的应对方式 而监考官们 只需静待三天后的交卷 到了中午午饭的时候 数百军士 抬着大筐小桶的进入贡院 浓郁的香气弥漫贡院 李邦华站在众人中间 指着放在中央的美食 为武生们介绍着陛下的体恤 他们每人每天都有 丰盛的食物供应 让人感慨不已 诸位武生 试饱喝足了 就好好写测问 不仅是为了大名 更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 切目而细 开始吧 李邦华的话 让武生们倍感压力 纷纷开始认真对待考题 三天时间很快过去 测问试卷收了上来 进入了阅卷阶段 由庞大的阅卷团队进行评分 每一份试卷都经过 五次独立评分 确保公平 在阅卷的过程中 崇祯发现了几份 出色的测问试卷 这些试卷不仅观点不到 而且具有可行性 给出了实施的方案 特别引人注目的 是一份关于军事战斗意志 和勇猛精神的论述 给出了系统 而全面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崇祯心中暗自点赞 这位考生的见解深刻 方案可行 值得重视 他将原本给予的分数 修改为满分 并写下了一句评语 此人大才可堪一用 得知考生是宜兴县的赌应熙 崇祯内心震撼不已 他不禁想起了赌应熙的壮举 以及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虽然赌应熙早逝 但他留下的卓越业绩 至今仍令人铭记 等待了片刻 查询人员将赌应熙的详细信息呈上 皇帝陛下崇祯接过兵部登记的资料 详细查看着 赌应熙生于万历二十九年 自仲坚 浩木游 南直立宜兴县的 一位有前途的年轻人 他的成绩出人意料的优秀 在详细了解赌应熙的成绩后 崇祯沉思片刻 决定对他的成绩进行调整 以保护他的身份 李邦华立刻明白了皇帝的意图 这是为了保护 这位有前途的年轻人 避免他过于高调 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崇祯命令 将所有考生的成绩公布出来 并详细讲解评分规则 这次武科考试 涉及到了太多意外 让人不禁思考大明的未来 崇祯在思索着 是否成立一个类似内阁的军机处 专门负责军队的建设和指导 以及战略方阵的制定等重要事务 在贡院监视厅 李邦华等人 带着崇祯评院后的试卷前来 在众多考官的配合下 试卷的统计工作进展迅速 每位考生的成绩 都被准确地记录和核对 最终 武科考试的成绩统计出来了 李邦华等人 急切地询问着武状元 王眼 探花的名单 期待着这次武科考试的佼佼者是谁 考官们聚集在一起 交接着统计好的名册 李邦华接过名册 缓缓翻阅 而孙传廷则突然发出感慨 果然是他 这一句话 立刻使得周围人都安静下来 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 孙传廷解释到 他早就注意到了王来平 因为这个名字的玄妙含义 引起了他和陛下的共鸣 在座的人开始讨论 其武科评分制度的变化 大家对效率的提高感到满意 但对计算分数的复杂性 表示头疼 他们意识到 需要重新学习一些知识 尤其是西学方面 以跟上陛下的脚步 孙传廷提醒大家 不要怀疑评分结果 因为新的评分制度 大大减少了作弊的可能性 李邦华将统计好的成绩 递给孙传廷 后者则前往东满阁 向崇真汇报情况 在崇真的面前 他展示了成绩 崇真对王来聘的成绩 他高兴 他还关心着赌应西的成绩 认为策问得满分的话 他应该是二甲第三名 崇真对胡大威 和猛如虎的成绩也很关心 因为他们是潜力猛将 如果没中 将来要在军中积累资历 崇真下令 要对武科成绩进行深入分析 并准备进行 为期三个月的集中培训 以免出现笑话 随后 李邦华离开东满德 准备执行皇帝的命令 而在北京城内 消息已经开始传播 人们都在猜测 谁会成为武装 谁会重近视 在天来客酒楼和红燕楼 人们纷纷讨论着可能的结果 有人认为 赌应西会高中 也有人猜测 自己是否能进入三甲 在南城的一个客栈中 谈论的主角正坐在一起喝酒 谈论着明天关榜的事情 胡兄表示 无所谓中不中 他们有自己的计划 无论结果如何 都会继续努力 最后 他们决定喝完这一杯 就早些休息 准备迎接明天的新一天 夜幕降临 城市中的街道安静了下来 只有零星的酒楼客栈里 还传出欢声笑容 成天门广场 成为无数人的焦点 等待着误尘武科成绩的公布 宵禁解除后 人群涌向广场 却发现 军事在各个街道设置了检查点 发放着大明日报 上面才有考试成绩 人们纷纷购买 热闹异常 报纸上的成绩公布 引发了各种情绪的涌动 有人欣喜若狂 有人失落哀嚎 更有人对成绩表示怀疑和不满 在情绪的驱使下 人们仍然急切地前往成天门广场 广场上 三块木墙被准备妥当 张贴着被期待已久的精打 当大明日报上的名字和成绩 转移到墙上时 人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个名字 每一个数字 一丝丝期待交织着 随着钟声响起 里乐齐奏 文武百官出场 崇祯的鸾架也缓缓驶入广场 孙传廷站在官吏台前 庄严宣布了考试成绩 最终 一甲 二甲 三甲的名单公布完毕 掌印太监盖上大印 标志着金榜已成 五蕴天开 场面上一片欢腾 鞭炮声 李乐声响彻云霄 贺声如潮 武生们激动不如 崇祯站起身 对众多武精士说道 嘱咐他们为国家 为民勤勉努力 继续为大明的山河安宁贡献力量 武生们纷纷败谢 誓言效忠 当人们以为 传入大典即将结束时 崇祯却传令 将一柄长刀送上官吏台 长刀上布满花纹 夹杂着一丝丝黑色 散发着血腥味 崇祯宣布 此刀是要赐给武状元王来聘的 王来聘接过长刀 感受到他的沉重 随即挥舞起来 展示了惊人的力量和记忆 崇祯问道 王来聘是否知道 此刀上一任主人是谁 在众人的疑惑和围观中 王来聘心中迅速回忆起 能够使得如此重刀的名将 王来聘倾向于这柄刀属于刘厅 他细心观察刀身 轻轻敲打 聆听着刀身发出的声音 内心暗自读异 王来聘敢于在众人面前 推测刀主身份 并得到了崇祯的认可 听到崇祯的回应 所有持刀之人 都流入出羡慕之情 刘厅的战功无数 他的大刀不仅锋利 而且使用起来 能凭空增加百斤力气 王来聘紧握着刀 暗自发誓要为刘厅报仇 崇祯目睹此情景 心中暗自祈祷 这柄长刀能改变王来聘的命 历史上 王来聘在评判战斗中战死 但这一刻 崇祯却希望他能改变这个结局 崇祯结束了物诚武科传炉大典 但武科流程尚未结束 在他离开后 李邦华向众人解释了 武科的评判标准 包括试卷判题的合理性 和武技 兵法 测问的考核 他也指出了 部分考生因为错过考试时间而闹事 以及因为试卷判题不合理 而抱怨的情况 崇祯决定由兵部商议补偿方案 并让督察院彻查赵书延期之事 以便处理官吏失职的情况 在热闹的广场上 人群渐渐散去 留下一片讨论的声音 在城市中回荡 在广场上 众多武精士相互庆贺着 为着王来聘成为大名第一个武装员而欢呼 大家纷纷围绕着王来聘 称赞他是文武双全的人才 毫无疑问 他将会是未来的一位伟大将领 这样的时刻 自然少不了互相交流感情 毕竟未来可能就要在王来聘的麾下效力 现在不拉近关系更待何时呢 而在东暖阁内 内阁和六部尚书脸色凝重 虽然在成天门广场上 皇帝的表情平淡 但内心却是愤怒 延期诏书无疑是对皇权的公然挑衅 这种事情必须严惩不待 已是朝廷的威严 也为了警示其他官员 陛下 武科后续已经安排妥当 明日进宫谢恩 拜武庙 状元游街 武科便可画上句号了 李爱卿恭敬的向皇帝报告 重真点了点头 陈生道 宣服总兵王成印 贪赃王法 纵容家丁欺难罢事 军纪涣散 如何处置 这一句话 让在场的官员们稍百意外 他们原本以为会继续讨论 延期诏书的事情 没想到会转到宣服总兵的问题上来 王成恩已经将锦衣卫查到的罪证 递了过来 让众人一窥其中的内容